大家好,我是文卫,今天是2020年的4月20号 2017年的10月23号对于台积电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是台积电成立30周年的日子 然后台积电在台北举行了一个庆典 在这个庆典的现场可谓是高朋满座 就是科技界的这些大咖们很多都来了,都来参加了 那有谁呢,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NVIDIA,英伟达,CEO,老黄,黄仁勋 然后Qualcomm,高通,CEO,Broadcom,博通,CEO 然后还有Arm,这种非常有名的公司Arm,对吧 中文叫安谋,CEO来了 然后还有像光科技的制造商,埃斯摩尔,ASML CEO也来了 然后还有这个ADI CEO 然后还有苹果,苹果CEO没有来 但是那个COO来了 大家听听这个整个这个情况 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稍微对科技,特别是芯片产业 高科技有些了解 你听到我说的这些名字 说的我说的这些公司 你就会有感觉整个这个场面有多么的热烈吧 就是这样 就是说,比如一般的公司 我们公司搞一个什么庆典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人 哪怕有一位来到现场 那都会觉得,怎么说呢 彭必生辉啊 让很多公司那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 那更何况呢 这么多人一起来 再加上还有张忠某本人在场 你说整个那个气质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对吧 那么你说这些人,这些贵宾他们到台湾为了什么呢 是因为台湾有魅力 台湾就小吃很多 或者台湾的风景很好 这个我开玩笑了 肯定不是因为这些 你说要我去台湾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台湾这个好吃的东西特别多嘛 这个总是忘不了 那这些人他们去台湾 那原因很简单嘛 就是台积电的实力所致 对吧 张忠某个人的这种魅力所致 对于他们才去的 他们就是要保持和台积电的这种良好的关系嘛 或者是给台积电捧个场嘛 对不对 他们为什么要跟台积电保持这种良好的关系呢 这个也很简单 对吧 现在整个台积电他可以做这个最好的芯片 最高端的芯片 然后他的产能是有限的 比如他的产能就是100 那么这些Fabless 像博通和高通和NVIDIA这些Fabless 他们需要台积电的产能啊 他们的产品总量可能加起来是200 台积电产能是100 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啊 对吧 比如说 同样是博通和高通都希望台积电给他这个代工 但是台积电的产能呢 只能满足一个客户的要求了 那么台积电会给谁呢 这是我自己的想象啊 比如说台积电的这个高管就想起来了 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30年庆典的时候呢 哎 高通Quarkom来了 博通没来 当然博通也去了 我就假设博通没来 那这个时候 这台积电可能他会不会有些什么想法 但是我相信啊 台积电不会这么这么做了 台积电肯定他有他这种非常明确的商业规范 但是从这些Fabless 从这些客户的角度 他们会这么想啊 对不对 今天台积电这么大个这个庆典 我不去 那明天我去求人家的时候 别人都去了 我没去 那台积电会怎么想我 他可能会这么想 因为什么呢 大家缺不了台积电 所以呢 就要想办法和台积电搞好关系嘛 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原因了 当然还有其他别的原因 总之吧 就是这样 那你说苹果的那个COO不是没有来吗 苹果就是COO去了吗 苹果人家实力更强大嘛 对不对 现在所有的代工企业都能 都以能拿到苹果的订单 它的A系列那些芯片的订单为荣嘛 对不对 利润也很丰厚 所以苹果呢 它可能就稍微差一点 但是COO来了 那也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总之吧 这一切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 台积电的实力 这个实力这个东西非常关键 我刚到韩国来的时候呢 当时呢 因为我是中国人吧 然后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到我穿的也很土 然后那个 但是韩国也不太好了 所以呢 在韩国社会吧 就是你感觉很难啊 就有的时候你会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等等 那个时候呢 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很快的融入韩国这个社会 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好的这种待遇吧 但是我当时心里非常清楚 你要想得到这一切 你必须提高提升自己的实力 你和韩国人做的差不多还不行 你还要超过韩国人 甚至很大的超过韩国人才行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几乎吧 从那个时候开始 直到今天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就是几乎就没有休息 天天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实力 在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做中文教育嘛 对吧 我就不断的研究怎么教语法 怎么进行绘画的训练 同时呢 还要积累很多很多的知识 然后呢 让整个这个课程啊 就非常有意思 然后后来就发生了很多事吧 比如有一次呢 有一个中介机构 他呢 就是 给这个就是一个大企业吧 提供中文教育吧 然后这大企业有一个高管 这个高管权力很大 他呢 就是对中文老师的这个要求 非常高 非常高 然后呢 这个中介机构吧 就是很难找到这种老师 然后他们就很头痛 很头痛 因为什么 这个如果他找不到 这个合适的老师的话 那这个企业高管 他可能他就会有权利 有那种影响力 决定还要不要跟这个中介机构续签 如果续签不能达成的话 那么这个中介机构的损失 其实是很大的 后来那个中介机构吧 反正我也通过看广告 然后我们就联系上 他找到我了 然后他就跟我讲 说这个一定 你一定要把这事情搞定 再不搞定的话 我们这也很麻烦 然后呢 我当时就很有自信 我说没问题 你放心好了 真的 我当时就这么说的 我真的很有自信 然后呢 事实上我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让那个企业高管很满意 对吧 我们一直学了那个很长时间 这个就是什么呢 我平时一点一滴积累这种结果 你有这样的实力 你就有那样的自信 你就能获得别人这种尊重 然后再比如说也是这个中介机构 他还有另外一个企业 就是让他制作一个教材 这个教材里面呢 就是和芯片 芯片半导体产业相关的一个教材吧 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词汇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翻译的问题 要翻译大量的资料 把韩文和英文的资料呢 翻译成中文 这里面呢 需要这个翻译的人呢 就要韩国语好 还要就是英文还得好 同时还要有汉语还得好 同时呢 最核心的就是什么呢 要懂得芯片产业的相关知识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中介机构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中介教育机构 他们整个一个机构里面 没有人能做这个事 没有人有能力做这个事 后来他找到我 让我来做 当然他就对我说非常非常客气 非常尊敬 但我并不是要得到这一点 我只是说他的那个状态 然后最后整个这个翻译的价格呢 也是最后我自己来 给他最后定下来的 对吧 也就是说 我想给大家表述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实力的问题 实力的问题 你不要说我自己如何 只要你能够把自己的实力培养好 可能你该得到的 人家自然而然就给你了 甚至可能有一些更好的待遇 你也能够得到 就是这样 今天吧 我为什么讲这个事呢 就是这两天吧 就收到了一些朋友给我发的短信 短信内容就是什么呢 是一个在白宫的一个请愿的链接 就是这个请愿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要求那个台湾 对吧 加入那个联合国 这样的一个请愿的链接 看到以后吧 就是我也想了很多 就是我知道很多台湾朋友吧 他们这种心情 就是希望能够加入到更多的 这个国际组织当中去 然后特别是比如说 哪个政要啊 有名的人是支持台湾了 或者是台湾朋友们就会很高兴 或者是比如像前两天 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出现在了欧洲 台湾朋友也很高兴 其实我很理解台湾朋友的这种心情 就是有人为台湾发声 主持公益 我也很高兴 但是还是那句话 一切就是靠实力来讲话 比如说最近 台湾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台湾在这几个月表现得非常好 实力体现出来了 实力让别人看见了 所以人家就关注你 就包括有些人不批评台湾吗 对吧 批评台湾 那也是因为台湾有实力 对不对 你要没有那个实力 人家批评你都不愿意 没有时间都不关注你 对吧 就是因为你有实力 他心里面难受 他一想到你他就难受 他心里面总惦记着你 所以呢 他就要说话 就像就是很多这个 我做视频 有很多朋友 就是过来批评我 甚至有些人专门开频道 开视频批评我 对吧 批评我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写的文章写的很长啊 说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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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 当然这些朋友给我就是这个提问题 我得看一看 反省一下自己 同时呢 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还挺感谢这些朋友 就是因为什么呢 这些朋友 他们真的是挺看中我的 对不对 如果他不看中我的话 他可能连我的视频看都不看 他过来看我的视频 还看得很完全 然后他还花那么多时间 写了那么长的文字 给我挑毛病 然后甚至自己做视频给我挑毛病 不就说明他看中我吗 我在他的心目当中的这个位置很高吗 对不对 整体上吧 就是说台湾现在他已经 获得了非常多的关注度 我的希望就是什么呢 台湾朋友继续努力 加油 对吧 让这些 就是你们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呢 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些团体 他们可能 自己就走过来了 呀 你加入我们吧 或者是这些国际团体 国际上的这些机构 他们没有说什么 可能一些国家 他们也会给这些团体施压 让台湾加入进去 就是什么 达到一种什么程度 我们这一块吧 没有台湾这个事情玩不转 或者是只要有台湾 我们这才能做得更好 对吧 要达到那种程度 让他们自己来请台湾 我希望有那一天早点到来 当然我也是这么想 如果说那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 可能台湾可能也就 也就不一定说非常想加入了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 就这些什么组织 一定要加入吗 对不对 不加入难道就不行吗 现在在整个国际社会科技非常发达 对不对 你自己有实力 你就自己玩 我觉得好像反而更好 没准 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是这样 今天我在做这个视频 就是我想起了很多事 就是说 比如说 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 就是说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这个事 其实是很严重很严重的 但是这么多年 就是说 这些国际上的这些媒体 几乎都是在保持沉默 就是装作视而不见 当然个别有报道的 那是很少很少的 几乎就是保持沉默 然后这个时候法轮功修炼者的做法 就是什么 自己来办媒体 自己来开办媒体 对吧 大家看走了十几年 将近二十几年的时间 大家看到现在整个法轮功学员 办的这些媒体的规模 大家可以看到 就说这些法轮功学员 办的这些自媒体 自媒体它的影响力 那些大杯 他们的风范 大家就应该能感觉到 到了今天 就是说 这些媒体 国际上的这些媒体 说依然保持沉默 这个我们也 没有什么办法 对吧 那他们如果说报道我们 对吧 为我们发声 秉持公益 那当然我们也很开心 对吧 也很感谢了 对不对 那他们不说话 不说话的话呢 我们 自己的这些媒体 对吧 我们也可以 有实力 把我们自己想传递的信息 告诉给全世界 这个就是 法轮功学员吧 这些年 自己努力的结果 对吧 当时中共不是有那个防火墙吗 不让大家看到外部的真实消息吗 对吧 法轮功学员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最开始开发出像自由门 无界浏览这样的软件给大家用 都是免费使用的 对吧 就是靠自己不断积累自己的这种实力 然后呢 你能做成你的事情 同时呢 外界也会正视你 对吧 也会重视你 就是这样 谈到这个实力吧 就是我在深说几句吧 这个实力 我是这么认知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吧 实力呢 包括这这么几块 第一呢 就是 你的道德水准 这个很关键啊 一个个人来讲 一个企业来 也好 这个道德 它是底色 道德必须好 企业也是一样 说你真正能坚持正义 坚持良知 那么你的什么科技啊 你的技术啊 才显得更加的有色彩 如果你丧失了道德 但你的这些表面的技术啊 也持续不了多久 个人也是一样的 这个道德是非常关键的 其二呢 就是什么 你的心理素质 心理健康程度 对吧 你说我是一个很好的人 很道德 但是呢 动不动就抑郁了 动不动就有点事就失眠了 动不动呢 就是每天就吓得不下 对不对 你这心理素质不好 那你这个好像 也体现不出你的实力 就是心态呢 一定要好 到什么时候吧 都能把觉睡好 对不对 坦坦荡荡的 然后第三点 实力就是什么 就是你的身体健康 你的健康 身体素质 对不对 到什么时候都得 两眼炯炯有神的 铿锵有力的 对吧 很有自信的做事 对不对 所以呢 你就要学会保养身体 早睡早起 对吧 调整好 要吃饭的时候呢 要有节制 做什么事都要有节制 然后呢 不断的学会养生 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好 始终保持那种 旺盛的精力 然后呢 第四点就是什么 你的学识和技能 就我给我自己 我说我的实力在哪 我就总结这么四点 道德素质 心理素质 然后呢 身体素质 然后呢 你就是学识素养 就这么几点 我希望大家吧 也都能够不断的 在这几方面呢 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有人说我想赚钱呢 我想怎么怎么样 达到什么什么目标啊 你眼睛不要老看着那些目标 那些目标吧 很多时候太靓丽 你光瞅他吧 可能你就忘了你自己 当下应该做什么吧 你当下就从你自身的这个 刚才我提到的那几方面 开始入手 对吧 比如说你先睡懒觉 明天就少睡点 早起 对不对 你那个不想学习 那你就硬 努力的去 我那天不是讲的吗 今天你做我不想学 我就早上起来 我就先学习 学完系我才干别 对不对 一点点的这样 一个个人 一个团体 一个社会 都是如此 只有你真正有了那种 非常坚实的道德基础 然后加上 你的这种各个方面的技能 然后你可能不说话 别人也要重视你 别人也要正视你 对吧 你该得到的那些 可能自然而然就得到了 行 今天就聊这么多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